有市民声称被人冒认身份 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向东亚银行借了八万多元 他向银行投诉和报警 两方面都没有积极跟进 银行更加要求他继续还款 未来四年每个月要还款近三千元 申请封报道 22岁发名眼尾的女事主 在议员协助下见记者 他说今年4月有人冒认他 用手机应用程式 向东亚银行申请借钱 最终东亚批出八万两千元 并且传入他在恒生银行的户口 后来一个男人打电话给他 坏入错了八万两千元到他的户口 要他还回 如果今天不拿回这条数字的话 他公司就会炒掉 然后他就要我即日去拿 拿回给他 我给他八万两千元的时候 我没有问清楚他究竟 他究竟是谁 几天之后他收到东亚通知 贷款获批 他在银行澄清没有借过钱 不获受理 更由收费公司追赎 他于是报警 我从来都没有申请过任何贷款 包括行业贷款 然后一些外贷款什么都没有 但是在第二次口供的时候 警察不停责问我 你是不是你最想申请贷款 他说收贷公司上门追赎之要 因为这笔贷款 月入万多元的他 未来四年要每月还款近三千元 议员批评东亚未有涉查市主 是否被冒认身份借钱 只是叫对方还钱是不负责任 又说近年手机应用程式 同网上借贷申请有漏洞 不用露面就可以借钱 令到不法分子有机会冒充他人 要求当局堵塞漏洞